每个人都有手机 马上坐起来 现在这个是搞到头是吧 哦 服务开关 每个人都给他一起坐 头起坐 它里面有手动自动参测的 真的是自动运行监控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的系统 启动延时 这个我们不管它 时间 哦 10秒 确定 温度 我们就设个成功嘛 啊 设定好的确定就可以了 生产权量 如果说它一般的生产的话 它一个产生产一千一样 设定一个一千 设定好 这些上面的都不用管它了 哦 这上面的都不用管它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 有英文经验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产权清净的 全按住 这个速度变成清净的 这是时间 这是温度 这是产量 哦 清零的怎么还有产量呢 零的吗 哦 在上面是个设定吗 下面是个 是个那个吗 手动页面的 手动页面只是 手动页面只是 但是我们知道刚开始的时候 检测机器的时候 用一下前进 按住它就前进 按住 OK 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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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 你跟这个开关 跟这个是通用的 我们一般是设置那个自动页面的 加温启动 停止 如果说我要它加温 就让它加温 不让它加温 就不让它加温 系统启动的 再按系统启动 三秒钟 它就开始走了 还没压的吗 还是 记得我没有啊 很简单 我自己设一遍 对对对 你们每个人设一遍 十秒钟时间带来了 看到没有 就这个时间都不选选选 加压时间 温度加温的话 启动加温 现在我们就说 它现在设置温度 它现在常温度是29度 它这里它就没有灯出来 现在不要放到上面了 速度可以调吗 速度可以调吗 速度 速度 速度在那里面 才能不应调 这个速度可以 可以了 平稳的速度最好 如果我紧急停止怎么样 紧急停止按一下 然后它再开始怎么样 再开始 复位吗 复位 要按复位吗 不按复位会怎么样 不会 它必须要按着复位 不按复位它也不动 然后又复位了 然后又复位了 其实就这就按了 记一下驱动的时候 让它自动对一下位是吗 对 让它自动对位 就是自动计算一下 按这个驱动也要按 这个驱动也要按 三秒钟准备 准备 准备一下 说它那个定义和闪 我们把下跃时间是等有点吗 是那个三点还是五秒 按的时候按这个 按第二点 对 三点 三点 你想着啊 好高 站起来 好 其实就一个温度 一个时间 一个部位 一个开机 压力条件吗 一样的 都是中英文的吗 中英文面板的 这里启动停止 没有英文 还能整个变成英文界面吗 如果说你要整个英文界面的话 我做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视频 英文界面 那可以啊 对 因为有好多外国人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吗 那没关系 我看他只有一个大项目在这边 他产量 你是这点 就是他压这点 44 都停了他 对对对对 你设这一千 他一千 压完了还停了 如果清零的话 你清零是不是不走了 你清零是不是不走了 不会 你清零了 我们自己调个一下吧 你把产量 那是二 看看是比较多 还有一个 开机的时候呢 开机 等他一下 还有一个参数 还有一个里面的参数 要那个行程啊 嗯 然后你让我操作一下 你叫我操作我自己按 等一下 看到没有 然后进入是吧 进入了 这里有螢幕面 面板 看到没有 你进去 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进入了 哦 可以 这样子也好 这个是参策设置 可以了吧 准备时间 三秒 压烫五秒 这是缓存三秒 准备时间 准备三秒 准备是指的哪个过程啊 就是说他走到未来之后 再停一下 停一下 又不立马下降 那这个设置多少秒好可惜 你就是他随便设计的嘛 你说设个两秒钟一秒钟都可以 设一秒看看可以 我觉得好慢 那时候我停一下 马上就开始过来了 一秒看看 然后 时间 要看时间是六秒 六秒 温度 温度 你设个四十秒 看一下 四度 设个六 看看他的是什么样子 那个产量 四的形 是不是他自动起 这个四十度的话 会不会把这个花一一一一那个花 不会不会 确实好的 你可以了 是吧 再进入 进入是哪个间 这个是自动 这是手动 自动 这一开始 删一下复位 复位是这个 不是 这个reset 启动 他已经复到位了 这个手动跟这个设置的话 手 他这个加温 再按下加温 他这里开始选择加温的 加温 他必须要到 到了四十度之四十度之后 他才开始 他虽然说你启动了 他也没用 十二的开关小的 再见 再见 见错